姐 我来了 我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崔教授会找上你啊 假扮叶凡星的妹妹好玩吗 还想玩多久啊 姐 我拜托你 不要跟她的家人讲好不好 我真的只是一时贪玩 想要过过有钱人的生活 我没有恶意的 我拜托你不要讲 我暂时没有打算戳穿你 但是假包的事 你可得去解释 我知道 姐 对不起 假包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既然当了人家的女儿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也要对人家好一点 别整天 不知道轻重疯疯癫癫的 不会啦 我不会疯疯癫癫的 我在他们家可是装得很乖巧呢 姐 我给你看啊 我在他们家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 你看这个 她家的客厅 这么大 这里也是客厅 光一个客厅就这么大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床很舒服 睡起来很大 这是我的窗帘 很漂亮吧 嗯 柔柔 过来吧 妈 我 你 我 不是 看 在 我 出了 你 我 出了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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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 等我们以后有很多钱的时候 我们就买一辆 跟这个一样款的车 好不好 好 那我先试试看 有没有搞错 喂 你怎么开车的 你搞错了吧 明明是你撞了我的车 什么我撞你 你看我的车都被你撞花了 你看看 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什么情况 您 您倒车刮了 小伙子 开车小心一点 里边的人没问题吧 要不这样吧 反正我还有急事 咱们各走各的保险 你 这 繁星啊 今天我在路上 好像碰到了你妹妹 坐在一个 霹雳霹气的男人的车里边 他们走得很快 我也没看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你这个妹妹啊 还是有些怀疑 爸 我可以理解您的感受 但是您也看到了 他跟妈的感情很好 现在 又牵扯到那么多钱 债务什么的 我觉得 还是赶快做一个亲子鉴定 我的心才能够放下 爸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 我偷偷地把 英容的头发 拿去做了鉴定 只是还没有出结果 那就好 还是你比较细心 爸 您放心吧 只要有结果 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早点休息 爸也早点睡 来